啊 人家受伤了 人家不行了 嗯 你吃错药了吗 好恶心啊 丁音音 大坏已经吃人家八道店了 嗯 不会 哇 我感觉黑夜当中有一双眼睛在叮动了 还后来反应快 卡尔又中了他的直网吐息 呵呵 听到名字小米快啊 这套丁音牛头人估计死了以后也能安息了 我跟你讲啊 我已经可以感受到我们自己米诺桃越来越近了 要你说 这附近突然变多了牛头人不是米诺桃喊来的 还能是你召唤出来的呀 要我召唤出来那还得了啊 我堂堂屠龙勇士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 你不是屠龙吗 什么屠牛啦 没龙啊 哎 你看 这里面是不是米诺桃 哈哈 对了 就是这家伙 小心顺候 先把这附近的其他生物解决掉再说 了解 收到情况 想好没 怎么打 直接冲击去硬打 肯定去打破的 哟 屠牛勇士也会害怕啊 最好 最稳健 最安全 最效力的方法就是这 不是吧 这怎么打到我的 人家用牛屁股把你打了一顿 哈哈哈哈 居然赶紧报我屠龙勇士 拿命来 人家不请不理你 身体又顶了你一项 哈哈哈哈 你们吃了丑什么月啊 哼 这屠牛肯定是看我长得太好看了 记住了 你不要玩去吧 万一被牛踢死了 人家能向你一整面 那你小心 我给你检查周围 你看 我站在这儿就一点事都没有 去去去 这屠牛肯定对我有点见 我到后面会换一件我帮你做 对啊 你怎么不早说 拔刀剑不是有远程攻击技巧吗 难道 还打什么打 直接站远一点的地方蓄力攻击不就完事了 你这头牛的智商 估计很难对我们造成威胁吧 不过我的幻影剑舞好像有点短 终于知道自己短了 还不如资源斩好用呢 这趟回家我要再造一把八刀剑 资源斩太好用了吧 行行行 我们先把这头牛给斩了再说吧 你说我造一把什么武器好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看你自己找一把 给我提醒你一点哦 以后我们的敌人可能是墨影人 你要还想获得墨影珍珠的话 尽量不要制作带有火焰附魔的武器 这倒是个理 之前总是因为有火焰附魔的缘故 导致墨影人不翼而飞 好啦 这都是后话了 你弄桃快不行了 小米 吃我剑 你 你们聊什么关系啊 哇 东西好多啊 好多要混碎片结晶 这头牛奶奶不会掉落八刀剑的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哎 地上还有这头牛的沙拉酱罐头 先喝了再说吧 嗯 终于不怕火焰结界了 可恶的酒头龙 我们马上就来找你算账 话说我背包满了 你看看镜上的材料有没有能够拿的 都拿回家吧 行吧